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这次要来整理《七龙珠动漫》里,除了变身到达神境界的超级赛亚人之神外,的神,让大家了解这世界的神,是怎么分级,以及在做什么的吧,那么开始咯,凯里神,他是龙珠里,第一个出现的神,位于凯里塔顶端,是长得像猫的仙人,悟空当初是要找超圣水,才爬到凯里塔上方,并遇到他的,他应该算是位于天神底下,较低阶的神,虽然看起来不强,但他种植的仙人, 天斗可厉害了,吃一颗时天都不会饿,还可以让虚弱的身体恢复,根本就是龙珠世界的救命仙丹呀,地球的天神,是比凯里神还高阶,管理地球的神,是住在凯里塔上方的神殿上,身旁还有个随从波波,天神拥有灰探地球事物以及穿梭阴阳两界的能力,而龙珠里,地球的天神,并不是固定的,而是可以传承或找人接替,所以在赛鲁片时,天天才会接任地球天神的职位, 太上老君,他是在七龙珠动画里,出现的角色,是负责掌管人间与阴间入口的神,喜欢吃意大利面,武器时关刀, 炎龙王,龙珠里掌管阴间的神,负责审判死人,并拥有决定他们该通往天堂还是地狱的权利, 剑王,比天神及阎王更高一阶的神,是负责管理宇宙中的各方银河,在第七宇宙里,总共有五位,分别是东剑王,西剑王,南剑王,北剑王,以及在这四位之上的大剑王,而焦悟空剑王权的则是第七宇宙的北剑王,另外龙珠超里的扎马斯,原本也是剑王,是被第十宇宙的剑王神,拉拔城剑袭剑王神的, 剑王神,在龙珠世界的设定中,目前出现的总共有12个宇宙,而每个宇宙里最高阶的神,就是剑王神及破坏神,两个是配套的存在,其中一方死亡,另一方也会死亡,剑王神是负责创造及提升人类水平,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,还可以瞬移到全王所在的神殿,而第七宇宙里,原本的剑王神总共有五位,分别是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剑王神,以及大剑王神, 但因为有两个剑王神被土雾杀死,两个被吸收,还有一个老剑王神,从封印的剑里被放了出来,所以目前有两位,另外剑王神身旁会有随从弟子,这些成为随从弟子的人,会获得治愈别人的能力, 破坏神,是每个宇宙中,负责破坏的神职,战斗力都极强,是由各宇宙中战斗力强大的人,经过提拔而担任的,目前所知总共有12名破坏神,以及一名实习破坏神, 在正式的破坏神身旁,都会有从神界派来的向导天使,当作随从并监督着他们,另外破坏神的名字都是用酒来命名的,像是比鲁斯是啤酒,像帕则是香槟, 向导天使,是由神界指派到每一个宇宙去监督及侍奉破坏神的神职,战力都比破坏神强,但如果侍奉的神死了,技能就会停止,等到下一个破坏神出现,才会恢复, 由于他们是隶属于宇宙之上的神界,所以当宇宙被拳王毁灭时,他们是没事的,目前总共有出现12位降导天使, 他们都是大神官的孩子,最年长的是看起来最年轻的第十宇宙的克斯, 而他们的名字也都是用酒来命名的,维斯的名字就是由威士忌而来, 大神官,他是目前所知,仅次于拳王地位的神,负责拳王的打理,他也是所有天使的父亲, 在动画里有说,他是宇宙中战斗力前五强的,可是在漫画里,维斯则是说,大神官是他认知中最强的存在, 拳王,他是龙珠世界里,神的顶点,出场时,旁边都会有两个守卫,原本拳王是只有一个的, 但破坏掉未来平行世界的拳王,被悟空带来到他们的时间线后,才会变成有两个, 拳王虽然本身不会战斗,可是却拥有在一瞬间,将世界毁灭的能力, 而原本世界是有18个宇宙的,但其中有6个宇宙,就是被拳王消除,才变成12个。 以上就是,七龙珠动漫里,目前所知,主要的神整理,但其实龙珠世界的神应该不止这些, 还有像是制造出超级龙珠的龙神,不过他尚未出现,只有被提起,至今还是个谜, 那以上这些神理念,各位对哪个神,觉得最特别,最有印象呢? 欢迎留言分享给我哟,我是波卡多,喜欢我的影片,欢迎分享或订阅,那波卡影片,下次见。